美国海华联谊会将于4月1日和2日在洛晨乔教中心 举办2017第30届南加州合唱团联合演唱会 共有22个合唱团来联合演出 请看报道 南加州合唱团联合演唱会已悄然迈向第30年 海华联谊会从第一届合唱节的6个团 发展到现在的22个团 南加乔界的爱与人士 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宗教信仰 大家借助合唱团这一平台 齐聚一堂隐恒高歌 互相观摩学习切磋 使得歌唱水准获得大大提升 今年海华联谊会的22个合唱团 将演唱古今中外名曲和台湾民谣小调 展现各自的实力 唱出美好和谐的歌声 借这个平台让南加州各个合唱团 每一年都有一个聚会 互相观摩 互相切磋 互相的比较 节长补短 因观众的要求 海华联谊会还会在演唱过程中 把歌词打在屏幕上 让大家了解歌曲的内容 因为观众要求 我们今年也有进步 我们的歌词都打在 我们的数位两边的字幕上 让大家能够有共鸣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罗兰基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玉冲